虽然穿墙树总是出现在神话故事当中,但是我们都明白,在日常生活当中,这是绝不可能会发生的。 一个人显然是不能够穿着一道完好无损的墙壁,出现在墙的另一边,但在量子世界中,情况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 我们常常把牛顿力学称之为经典力学,它所适用的范围为宏观和低速世界。 在经典物理学中,一颗乒乓球是不可能穿越墙地到达另一侧,而是会在与墙面的接触中被反弹回来。 但是,如果把这个乒乓球缩小许多倍,变成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那么大,那么,它在这个世界中,就会变得无所不能。 微观粒子并不像是光滑的乒乓球,它们没有形状可言,更不会像球体那样以某个速度沿着某条路径运动。 在这里,不确定性才是微观粒子的基本属性。 我们只能说它们在某个时刻会有多大的概率出现在某个位置。 这个概率的大小就是所谓的玻璃二相性当中的五质波。 波有一个特性,那就是它穿越障碍物,取决于障碍物的尺寸和波长之间的关系。 就好比你对着墙壁大喊一声,即使有99.99%的声音都被墙壁给反射回来,但是仍然会有上部分的中波会演射穿过墙壁。 五质波不会被障碍物真正切断,而是在障碍物中摔前。 这就意味着它们能够穿着任何有限的障碍物。 反映在运动中,那就是微观粒子不是被墙挡住,而是出现在墙另一侧的概率太小。 当它们偶然翻出去的时候,就似乎是拥有了穿墙树。 这就是所谓的量子碎穿效益,一个能量微义的粒子,向前方一个具有能量大于一的室内射去。 这个粒子有一定的几率从室内穿过去,这个室内就类似于宏观世界的墙。 所以微观粒子通常可以轻松实现穿墙。 那么我们要问,你是否可以像电子一样,随穿过一面墙壁呢? 答案是可以。 那么,为什么在宏观世界,观察不到这种神奇的穿墙树现象呢? 因为任何室内都存在着一定的透射系数。 透射系数对室内的宽度,物体的质量以及室内,与物体的能量差相当敏感。 简单来说,随着物体的质量和室内宽度的增加,透射系数将按照指数衰减,人的物质波长,在10的-36次方米数量提上。 这比普拉克尺度还小,所以说人想要穿过墙,其几率几乎为另。 你如果只要穿墙,那么你要等到你身体中的所有垫子,原子同时发生碎穿才可以。 这需要你站立在墙壁前面等多少年呢? 宇宙至今的年龄,大约是137亿年,那你至少需要等100亿个137亿年以上的时间。 等到宇宙毁灭,都等不来发生这一概率的事件的那一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